Hello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大家可能跟了我很久 或者看了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一些 究竟在股票市场 如何用投资的想法 可以帮我们赚到人生一些有大钱 美满的钱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频道有帮到你 或者你将来想学多点 听多点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股票的资讯 欢迎你点击我们的subscribe 也可以like 当然除了股票的问题 也可以问我们留言和我们share 我都会亲自在留言回答大家 先不要介意 时间也很有限 所以我都尽力在留言回答大家的问题 给点时间好吗 说回这个星期的更新资讯 其实有一件事很开心 上星期我们分享了1723港亚控股 究竟如何在财报里面发掘到超高息的机会 我们之前大概和我身边的朋友 两毫子买了港亚控股 接下来是一毫半的息 大概是70多利息 一定很高兴 现在股价又升了 我今天又看一看它 今天又升了9% 成交不是很多 因为市值低 成交低 成交低点就很正常 今天又有9%的进涨 希望它越来越好 好吗 就说回上星期的一条影片 带回来今天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最近的市况 或者将来这几天 想着走向来 有什么焦点股 我们可以focus一下 好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看法 先讲一下大肆的更新 看一看 今天这一刻 先更新一下 AA stock 好吗 我再拉回画面 应该看到 19,559点 跌了284点 昨天升了500多点 市场 时好又时坏 但究竟有什么投资机会 不妨看一看 看看指数成分股 跌了 昨天也挺厉害 弹了一夜 18,380多 去到18,844 即是500点的升幅 昨天 今天又回覆了一点 市好像挺难搞 看一看跌势 普遍你眼前都 红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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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 康师傅一只鹿 华人电力 中国石油 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 如果大家有追我的facebook 中芯国际又升了很多 那什么事呢 其实是华为出了一部手机 Mate 60 Pro 就说 纵然是美国的重重封锁 对于我们祖国的CPU 科技等等 重重封锁 华为 Mate 60 Pro 依然可以用到5G 那些人就拿了一些研究出来 就说你怎样在重重封锁之下 可以做到自家晶片研制 原来就说 中芯国际 即是疑似中芯国际 突破了技术 去到7纳米的制程 以前是14纳米 现在是7纳米 中芯冲破了 于是近期都升得挺厉害的 中芯国际 再看一看其他 普遍全部都跌 九成跌 绿色只有四五尺绿色 跌势也挺广泛 虽然跌幅不是很夸张 但普遍跌势也挺多 所以一直说 市场用来看淡 股市情绪气氛也不太好 甚至有人说 出街也没有人消费 其实股票市场不好 财富效应很厉害 所以影响到很多人 没有钱消费 没有钱行街看电影吃饭 或者就算有的 都想收收买卖 不是不想用着 因为投资气氛不好 除了股市跌 楼市又跌 很多新闻就说 买楼持10年8年 最近都说要亏钱 今天有一宗更夸张 有一个在星玉门 在红磡 拿了11年的楼 输了800万 800万等于一个三房的单位 买楼也输不夸 你看到每天都是这样的负面新闻 于是大家投资就不好 虽然有些影响 但仲然是这样的环境 好像很差 有些过股做得很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透过一些新闻资讯 和一些财务报表 看看这些股票有否具备 投资的机会 继续和大家看看 最近有一种 这些股票是很厉害的 声势惊人 和大家看看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融创中国 整个内房的板块 最近都生晚了不少 事源就是这样的 就说出了一个 叫做认房不认态的政策 什么是认房不认态呢 早前在大陆的国家政策下 就像我们香港那样 一个人买楼 借钱借太多 就不再借钱给你了 于是买不到第2间第3间 因为要拿很多钱出来 大陆出了新招 为了扶起内房的板块 出了这招 认房不认态 什么意思呢 总之是拿一层楼 拿一层楼 银行就借钱给你了 于是乎立刻 如果有一个人去买几层楼 照借到 立刻删板 整个板块就回复了 有些看头 最近这种融创中国 跟大家考虑一些图表 看看 近日升了很多 看一看 和大家看看 融创中国 8月30号 只是几天前 8月30号的时候 收市都是$9.7 短短三四个交易 到现在 已经是$1.47 差不多涨了四成 因为第一个消息 国家认防认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还有一宗新闻 我们也看一看 这个新闻说什么呢 融创中国 即是内地的房地产商 融创中国 就是它的重资产 即是建房子的生意 建房子的生意 但是它有个儿子 上司公司有个儿子 叫做融创服务 融创服务 融创服务是$15.16 融创服务就是 即是物管股 即是要收管理费的公司 最近 他的儿子 融创服务宣布派息 每股 不多过$2.30 即是什么呢 大妈融创 刚刚融创 拿着融创服务64% 于是做个简单的算术 就知道融创可以拿到$4.65亿 的股息 4.65亿多还是少呢 我们稍后研究一下 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呢 原来释放一个讯诺 就是 阿仔就够阿妈 虽然在什么呢 物管股有很多低沉 低沉就是什么呢 比如碧桂圆服务 等等其他内房的物管股板块 就是 即是物管股 阿仔现金也不少 赚钱又轻松 因为经常有管理费收 但是 有很多大股东 之前不是派息拿走的钱 是暗卡拿走的钱 暗卡拿走的钱是什么呢 借又可以 不知怎样花也行 于是把钱搬给妈妈 不是用派息的方法 派息是什么呢 每个股东都可以受惠 即是可以带回两毛三千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用另一种 搬钱的方式 搬给妈妈 我们的小股东 小股民就没有受惠 对不对 没有受惠 那当然不是那么好 所以 之前的一些内房的板块 物管的板块 有很多担心市场 就是担心 儿子是否会偷钱走 又或者用不正当的手段 搬给妈妈 所以 股价就很低缠 好了 用创服务抵赚了 真是不错 用创服务就选择真真正正的 派息 就是所谓益解放 这样来出钱给妈妈 妈妈收到4.6億 4.6億是多是少 不妨又给大家看看 我们可以按一下 融创的财务报表 这个就是融创中国 即是起楼的妈妈的财务报表 先给大家看看 看一看 很重要的是收入 即是卖楼收益 所谓 用创服务的2023年的前半年 这里卖了多少 8万千万亿 580亿 580亿的销售 对同期的上一年 480亿销售 你会发现 生意做多了 其实是赢赢的 你试试想 因为为什么 用创或者其他内房股 好像恒大那些 现在在中国 很多人都知道 这间公司不行 破产 你试试想想 如果你在香港卖楼 你听到 打个比喻 你听到新鸿基破产 你敢不敢买新鸿基的楼 你试试想想 新鸿基破产 没钱还 一些新鸿基的楼花 甚至他的楼 你都怕交不到楼给你 破产 能不能办 能不能为员工 一个大问好 市场一定是一个大问好 这些受破产 全民困扰的内房官司 其实是可能 你试试想想 结果会怎样呢 融创中国呢 还能卖楼 你试试不神奇呢 销售业绩还向上 但是你试试看到 你这里是无亏 无亏是什么意思呢 一层楼卖就卖580亿 但价值原来都610亿 所以你试试卖到楼也亏损 但亏损也不要紧 盘活资产 收回钱 有回贷款也是重要的 这件事 用创都做得出这个水平 不错不错不错 再看一看 再看多一点点 最主要看 内房股特别紧要 所谓现在有些流动性问题 短暂地还不到债 又被告破产 被告清本 其实有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融创的流动资产 可以吗 融创的流动资产 这个流动资产 现金及现金等价 看一看 这里只剩8万千万亿 甚至72亿 去年有81亿 你会发现现金跌了 现金跌了 当然一般 记住一颗数 现在流动资产总压 这里有8290亿 8千多亿 8千多亿多不多 稍后看看 但记不记得用创服务 刚刚派4亿多息 4亿多还是少 看一看 七十几亿现金 也在叫救命 当然你回到4亿 多多亿 是少少无虚的 但4亿多救不了什么 我自己也有七十几亿现金 回到4亿多 这么大把 有时摆定期也收到 所以帮助妈妈的意义 其实是不大 流动资产就这样 记住流动资产 8290亿 8千多亿多还是少 资产听起来很夸张 天文数字 但是 他欠钱的 对不对 你欠人多少在哪里看 跟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 是同一个词 这叫做流动负债 看一看流动负债 你发现 欠人9100亿 即是什么意思 纵然他将流动资产 那些物业 那些全部变演 原价变演 回来的8千多亿钱 都不够还 他流动负债 即是一年内到几个债务 其实是不够的 不够会怎样 不够当然不够 于是人们会说 你都没有钱还破产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融创的 股票个案就高位跌了很多 记得我经常在片段跟大家说 有家公司会收拾 股票记得是垃圾 没什么划算 没什么划算 但里面有一个学问 我也想在YouTube 跟大家分享一下 股票的想法 如果你想赚钱 你一定要学习 学习的是什么呢 看看 用创的借贷 就相当之多 在这里 一年内到期的债务 百万千万亿 十二千四百多亿 伙的国家借购 多夸张 二千多亿 这二千多亿 又发生什么事呢 又和大家看看 好了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些画面 我想和大家 有个想法 给大家 在YouTube上 其实已经非常好 你对于投资的想法 可能超越很多人了 好了 这个是Bond Supermarkt 在眼前看到的 其实是债券的平台 OK 债券的平台是什么呢 我展示了新力 新力就是融创 你眼前看到 这个就是融创的债券 OK 好了 先看一看 其实 和大家看一看 你见过期的例子 例如看看这一张 2022年6月14日到期 OK 6月14日到期 过了一年了 没有还到钱 好了 这个债券当时是7厘多 好了 现价值多少呢 现价值多少呢 跟大家看看 这个现价呢 为什么经常弹出我 我怎样弄走呢 稍等了 怎样呢 你看一看 现在ask price是13元 好了 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一条债券的原价 其实是100元 OK 即是100元的债 今天就值13元 你计算它13% 其实值13元 你见到大致上 融创的债券 都在13% 无论任何年份 因为它其实已经违约了 所以就一个违约 全部都违约了 所以大家 今天都是值13元 OK 100元的债券 值13元 其实 就个想法是什么呢 你回来看一看 OK 是不是呢 240亿 欠人钱 就欠人240亿 好了 你试想想 真的欠人钱 就欠人240亿 OK 在这里 好 但记不记得呢 本来如果是100元 就欠人240亿 是对的 OK 但今天不是值100元 今天值13元 OK 最可认真是融创 就谈谈和债券 谈谈 HAIR CUT OK 好了 现在HAIR CUT 大概是20元左右 说的是20元 值20元 就换股 OK 不过那些太复杂 我不打算在YouTube 这里说 有机会 大家在不同的场合 再和大家分享 复杂也不说 你当它是大概 如果今天换股的100元 HAIR CUT 就是剃头 被人剃到 就剩下20元 OK 剩下20元 是什么想法呢 OK 剩下20元 其实呢 还欠你2400亿呢 就不是了 其实我欠你480亿 明白吗 我不是欠你100元 因为大家同意我们债务重组 好了 我不还100元 我还20元 好了 2400亿 立刻就变成480亿 好了 那你就会发现呢 又不存在支笔底债 如果上了债务之后 OK 咦 其实是回生的 原创 如果谈成整体的 债务重组计划 OK 当然就行 债主之概 因为当初是100元 债务 2000多亿的钱 OK 今天只剩480亿已经输了 母亲也不见得了 OK 但不要紧 又救回一间公司 因为 对于债主来说 如果你是要追 迫迫我 OK 那我又没有钱给 我又支笔底债 那你也是全败的啦 因为大家就斗了 于是乎 就谈到一个折充的方法 给你久一点还 割少债务 慢慢再剪期 再谈 起码这间公司 不死 OK 融创是很惨的 记得我刚才说的 纵然是恶劣的环境 清盘等等 今天的生意 比上一年更好 挺神奇的 这样的想法 融创如果债务重组通过 短暂有机会救回公司 融创 面对就是这样 不妨我们看一看另一只 借钱借到负我们的国家的减 那间就是恆大 OK 跟大家看看 这是中国恆大 2022年年报 又看看这财报发生什么事 看看恆大 一看下去 应该有点不同 与融创有点不同 先看一看 都是看流动资产 OK 流动资产是1665 OK 单位有点不同 单位是8万 OK 单位是8万 8万就是多少 8万 千万亿 10亿 8亿 千亿 万亿 1.8万亿 1.8万亿资产 但是 相对的现金 就少很多 这个恆大 你看看 这个就是现金 8万千万亿 10亿 只有43亿 1.8万亿的资产 只有43亿 融创也有 融创也有几十亿 但是整体的资产 规模不太大 所以现金占比 就多一点的融创 恆大现金占比 低很多 OK 好了 这件事是危险的 第一 你看到 就是有 18000亿的流动资产 多年少 其实是不是又要看看 它的流动负债呢 再看看流动负债 8万千万亿 10亿 10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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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说得1.8万亿的资产 只欠人钱 欠2.3万亿 减一减他 5000亿 负5000亿 记住 数学 天文数字 那么大 好了 是差很远的 这个恆大 再看多一下 就和大家看看 一个数字 OK 这个数字 就叫做 权益 规缀 OK 没有读错字 权益规 好了 看看 其实 恆大今天 正式进入了 账面都资不抵债 账面都资不抵债 这个就是权益 附近百万千万亿 上一百万千亿 5900亿的缺口 资不抵债的缺口 在账面上都有这个数字 恆大 财务状况差很多 看看融创 融创都有权益 今天融创的权益 还是正数的 恆大就资不抵债 资不抵债 融创 还是正数 所以两家公司拼了 高下立建 如果你问我 真的要博内房股 在低位的一种反弹 肯定是融创 比恆大好 在资产上来说 这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当然有人会问 融创中国是融创服务 也要看看什么呢 看看融创中国 做个快速报价 留意这件事 你跟我的频道就知道了 来看 我们比较少说股价 通常都说市值 市值等于股价 一模一样 因为乘股数就行了 先看融创中国 80亿的市值 80亿的市值 你当它是收容机 因为它是建楼的 融创中国80亿市值 看看融创服务 1516 融创服务 也是80亿市值 你问我 一个是靠收管理费 然后值80亿 一个是有资产 值80亿 如果真的有两家 我想买融创中国 第一 拼内房版块 融创中国 一定得到恒大财务上 第二 如果你想选融创系 融创系升得很厉害 融创系的话 你选融创服务 即阿仔 物馆股 还是融创中国 如果大家都是80亿 你问我 我喜欢有AXET的多点 如果同样值这个钱 OK 所以融创中国最近爆升了很多 后续的想法 当然要视乎政策 和他谈重组的情况 我自己都拿着融创中国的债务 我都 选择着重组的协议 如何支持他 但是 我的债务并不是100元买法 现在账面大概是平手左右 当然希望他之后 做一盘生意还钱 就还100元 也挺完美的 对不对 以上就是我一些 对内房最近的新闻 和一些财务报表 要拼合的投资想法 如果这些都合适 也觉得学到东西 记得留言 赞和分享 如果对于过股有些问题 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 问我 我都会抽我时间 逐一回答你们的问题 OK 好了 今集到这里为止 下一条片段再和大家聊 OK 拜拜 拜拜